江畔崖壁 有着自然的丰厚馈赠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古炎田了 这都是用人工汽起来的 葡萄美酒 酿出高原人家的美好生活 就是因为通过葡萄酒 直到了我们这个小镇 从跨江溜索到通达公路 西藏山乡有着怎样的沧桑巨变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 半山葡萄半山盐